犹太人与德雷夫斯派 德雷夫斯尚未不幸的案件向世界表明 在每一个犹太贵族和百万富翁身上 仍然留有旧时代贱民的某种印记 他们没有国家 人权对于他们并不存在 社会乐于将他们排除在他能给予的各种特权之外 但是得到了解放的犹太人 自己比别人更觉得难以把握住这一事实 伯纳德拉查尔写道 巨翅和那些生于外国的同胞团结一致 这对于他们悠闲不够 他们斥责其所有的恶行 那却是他们自己的怯懦造成的 他们不满足于仅仅比当地法国人更富于侵略性 他们就像各地解放了的犹太人一样 凭自己抑郁割断了一切团结的纽带 事实上甚至出现这样的情形 在法国有三十来个人准备保护一个受难的同胞 却有上千人同这个国家里最狂热的爱国者 一起监视着魔鬼岛上的受难者 正因为他们在居住的土地上发挥的政治作用太小 所以在十九世纪的进程中 他们才会盲目崇拜法律上的平等 毫无疑问 这是他们获得永久安全的保证 当德雷夫斯事件的发生警告他们 他们的安全受到威胁时 他们就更深入地走向同化 使犹太民族分化解体 而就更加深政治智能的贫溃 他们迅速地与社会同化 在这个社会里 一切政治热情都消融在沉重的社会势力 大生意 以及未知的利润机会之下 他们希望摆脱受人厌恶的局面 于是转而形成一种反对自己同胞中的穷人和未同化移民的倾向 他们使用异交社会对付他们的手法 同样痛苦地使自己脱离所谓的东方犹太人 政治上的反游主义 一如表现在俄国和罗马尼亚的犹太人计划 犹太人解散而从中世纪逃生 但这并不是现代政治的真实 他们不懂 德雷夫斯事件中不仅仅是社会地位的问题 因为这一事件所带来的远远超出社会反游主义 法国犹太人中为何很少有人全心全意地支持德雷夫斯 上面所说的就是原因 犹太人包括这个被指控的人的家族 害怕引起一场政治战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 佐拉的顾问拉伯里在贺内法庭重审之前被拒绝辩护资格 而德雷夫斯的第二名律师德曼吉 则不得不将其答辩建立在有一点的争端之上 大家期待在一大堆恭维话下 抑制住来自军队或军官们的可能攻击 他们认为 通向宣判无罪的最平坦道路 是假装整个事情弄到这种地步 可能只是一个司法错误 受害者是犹太人这一点纯属偶然 结果在第二次审判中 德雷夫斯拒绝面对真实问题 在重审时只是请求宽厚处理 也就是服罪了 犹太人未能看清 这里牵涉到的问题是一场有组织的针对着他们的政治斗争 因此他们拒绝了那些准备在政治斗争基础上 同他们合作去迎接挑战的人 在克列梦梭的事情上 可以看到他们的态度简直是有眼无珠 克列梦梭为国家基础的正义而斗争 当然也支持犹太人的平等权利的回复 但是在一个一方面是阶级斗争 另一方面是疯狂侵略的时代 如果不同时考虑到 这其实是被压迫者必须同压迫者做斗争 那么政治就变成抽象的了 克列梦梭是近代犹太人所知的为数不多的真正朋友之一 因为他认识到并向全世界宣布 犹太人是欧洲被压迫民族之一 反忧主义者倾向于将犹太人看作暴发户或暴发的贱民 因此他会害怕每一个犹太小商贩都会成为一个罗斯希尔德 每一个犹太穷光蛋都会成为暴发户 但是克列梦梭从未正义而斗争的无限激情出发 仍然将罗斯希尔德家族看作被践踏的民族的成员 他为法国的民族灾难感到痛苦 这使他的视野和心灵转向对一切人的同情 甚至包括那些作为民族领袖 却领导他们走向惨败的不幸者 那怯弱未缩的人 他们由于无知、虚弱、恐惧、十分迷恋和轻负强者 因此将自己排除在积极斗争的参加者队伍之外 还有那些只有当战斗胜利时才飞跑着去支持胜利者的人